上时间事先在网络预约打疫苗的长辈陆续报道 不但在卫生所外搭了帐篷 还摆放了椅子让老人家可以坐着等 第二波莫德纳疫苗开打 第一阶段是70岁以上的长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少长辈排队等待的时间 系纸卫生所不但降载了服务人数 从每天的150人降到了50人 并且增加了开放三楼空间 动线顺畅不必久等 长辈说很贴心 70岁可以打了嘛 打疫苗注射 因为我们就这边就近 就近 卫生所引导都很不错 家里有小朋友 你不打针的话小朋友都不敢回来 他们不敢回来 你们很怕打针 不是 他们如果有白跑症 看到医生就可以怕 这边的服务怎么样 超好的 你们很辛苦 医护人也很辛苦 也透过了市政单位 区公所跟卫生局的协助 卫生所这边也把长辈的服务量稍微降载了一些些 那同步我们现在合约诊所 以系纸为例 就有11家的诊所 协助我们系纸区的长辈同步接走 之前我们原则上一个早上是可以期待服务到150名的长辈 那现在的话因为透过了优化及时间的控管 我们就是从150将到50名的长辈服务 一楼挂号完成 接着长辈就到三楼等待 在医生问诊之后 接着就施打疫苗 有长辈很紧张 不过疫情期间还是预约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而系纸卫生所在服务人数降载之后 已经没有排队久等的情形 不过还是要提醒长辈依照预约的时间前来 外面我们有设置休息等候区 如果遇到没有就是如时间来的长辈 我们就给他做地步 当然还是有一些弹性的空间跟做协助的部分 不然长辈其实在这么炎热的天气 我们还是尽量还是协助他获得一个接种的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在调整我们自己的步调跟弹性的空间 但还是请长辈如果有网络预约或者是家属帮他预约的话 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再过来 这样子的服务量可能会对于长辈来讲不会等候这么多 疫情期间动员盲防疫打疫苗 系纸卫生所跌破莫德纳疫苗开打 第一天除了服务50位长辈打疫苗 另外1到5类也施打了近百人 九层慧玲 系纸猜报报道